准备新鲜的排骨剁成小块,剁得越小越好,加入微水少量的食盐,清洗掉表面的打质,还有血水,捞出控干水分 搬用厨房纸啊,吸一下水,这样炒的时候就不容易粘锅,不容易崩油了 你要是能吃辣呀,就多切点小米椒,再切点蒜片,青蒜苗啊,洗净,斜刀切成小条,全部切好备用 锅中有热,放入姜片,炒出香味,再放入洗净的排骨,开中小火慢炒,把排骨呀,炒出焦香味 像饰品这样就可以了 顺着锅边,加入少量的啤酒,少量的老抽,加点颜色,生抽酱油 再来点蚝油提鲜,再加入盐,鸡精,胡椒粉,调味,翻卖均匀 放入切好的小米椒,蒜片,再次炒出香味 您出锅的时候,放上切好的蒜苗 生炒排骨呀,就制作完成了,开胃好吃 后面再下饭,点红鲜呀